让安三直接爆出 让林丹当众直接摔拍 让台队一哥 周天成立 直接竖起了中指 当我们把他在镜头 放满0.5倍时 宇宙赛场上 谈点曾经那一幕幕失控场景时 是否也能让大家回想起 曾经一样年轻冲动的自己 此时已是而立之年的林丹 似乎依然对自己要求苛刻 接把勾对角的游离 让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失误一击 所以一怒之下 他把自己的拍给砸了 半局赛 周天成 就像今天那样 判败给李子佳 守防部长拥抱时 周天成争议 出现了中指 这一幕 也被永远地刻画在视频画面中 对于这一事 周天成极力否认 是拥抱的时候 手指被对手的身体挡住了 才会出现这么不早性的画面 这不是事实的全部 对于他的这个解释 李子佳也发文力挺 可紧张的比赛 让人的情绪失控 确实是无可避免的 当他怒吼出那一句 我们过去 自己感觉是选手 理解他们对于竞技的全身心的投入 毕竟任何选手 也是一个情感个体的存在 赛场上 这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 一切的词 一迷选手 迫不及待 生态要求说起 机缘之下 接下来的泄愤行为 你大概也懂了 但面对对手下手来抢球 他就更火爆三仗了 结果 就出现了 你越是要求 我越是不愿给的 猫捉老鼠游戏 同样的仇意 在此赛场相遇的时候 他们的火气 似乎还没消停 往前这样的动作比划 接着又是这样的抢球画面 瞬间又燃点双方不该有的火气 竞技体育 也就出现了丑陋的一面 双方各种敌对情绪 但值得欣慰的是 最后他们就算控制住自己 丹麦选手 在最后的决胜局 被林丹 用这样的追身球 踹出局时 他似乎也无法接受 这样的输球方式 倒修成功之下 一脚就把拍子踢非常外去 这或许比白拍更可怕 别说可能砸到观众 就算是砸到花花草草 这也不好 也对这项运动 失去了不该有的尊重 既然输球已成定局了 明明都跟对手握手礼了 你再把拍子摔成这样 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其实 坦然接受输球命运 也没啥迈不过去 甚至是队友 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面对对手挑戏时 这泰国小伙的火爆脾气 还真炸脸啊 打人家一拳还不够 还追着他蛮长跑的 就像一顿暴击 整整追了好几个场地 还是不愿意放弃 抡起凳子 就砸过去 最后还是被他追上 就死死摁在地上 狠狠暴凑一顿 各种劝架 也是拉都拉不住 拳打 还不过瘾 接着 看来脚踢 自己的教练也看不下去 只能爆摔 把他强行拉开 这样奇葩的丑陋行为 让他也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